这几天天气都好热 在外运动的时候更要注意防晒 尤其在今天早上 台北又出现36.5度的高温 这样的预测今天最高温 还是有机会上看37度 这连日来的炎热天气 已经是让晒上的病患增加三成 一大早毒辣阳光 又将台北市烤成一个大火炉 走在路上迎面而来的热气 简直让民众快晕倒 而且周一上午台北又出现 36.5度的高温 以台北盆地来讲的话 温度还是比较高一点 都有机会出现37度 甚至说稍微多一些的温度 那另外就是焚风的效应的话 可能在台东大湖这一带 也有机会出现36度 或以上一些温度 气温居高不下 让中暑和热衰竭割暗平传 户外紫外线更是恐怖到难以想象 可别以为撑阳伞遮阳是女性的专利 现在就连男性皮肤科医师 外出一定也要撑伞才行 本来讲我们知道紫外线 在太阳下紫外线照射 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 才造成晒伤的现象 但因为现在的温度非常高 大概都差不多35度以上的话 原来上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 我们皮肤就会晒伤 太阳很强的时候 因为白天的时候 我能够尽量不到外面去 除了逼不得以为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拿个伞 医生预估最近一周 晒伤求诊人数增加三成 其中很多人插了防晒乳 还是受伤 他提醒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出门千万要撑伞 不只为了美丽更是为了健康 明星文陈平黄军玉 台北报道